哈喽我们11点雨昕 那今天我们从左供然后去到邦达 邦达 我们现在从左供出来 就沿着玉取河一直前进 出来的这段路是很平的一段路 应该是318上很少见的一段平路了 我们现在到达了邦达镇 邦达镇那也是茶马古道的重镇 但随着茶马古道的一个衰落 现在邦达镇后面的广场的碑都已经掉了 好 现在我们在邦达加了油 然后现在就去怒江72道拐那里 然后前方的话应该是有检查站的 刚刚也在跟杨大哥聊 他这边的车速反正挺神奇的 这是我们应该是要领第一个限速条 对 限速条 现在邦达这里不用领限速条了 他只用查一个身份证 然后给一个广告 布达拉工150 现在全程应该都实现了电子限速了 离开邦达镇这一刻 也就代表着我们214的行程 是正式的已经终结了 我就爬上了纯粹的318金帐了 十几公里现在的话 我们就到达这个夜拉山的压口这里 然后它的海拔是4658米 这个压口从这里看过去的话 它一个上面全这种藏族的金帆 这是因为藏民们他们认为风吹动这个金帆一次 就是送经文一次 在这个压口还有一个景点 就是那个洞 天门洞 看到了吗 那个是卡斯特地貌形成的 一年有四季 一山有十景 这就是描写我身后的这个夜拉山 那再来看一下 从我这个角度看的话 夜拉山这里的话景色的确是非常丰富的 从那里可以看到岩石的这种是红色 然后这又是白色 然后这一个山的话又有这种跌宕起伏的层次感 所以这个夜拉山从不同的角度看 绝对给你意想不倒的惊喜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川藏南县必来的一个地方 就是怒江七十二道拐 看到我身后的这一个非常崎岖延绵的这种发墙弯 那这个也是川藏南县上面 一定要来挑战自我的自驾线路 它是从夜拉山的3100米直线一直这样绕弯弯 到这个夜拉山的压口是4168米 所以说这一段路的话挑战难度还是蛮大的 等一下我们就会沿着这个路下山 就由我来开这个挑战一下怒江七十二道拐 我来开 你什么飞了 然后又把飞机飞炸了 耶 我的目的就是让你把飞机飞炸 炸的找不到 耶 我觉得这个路还好啊 没啥感觉的嘛 我现在的话速度虽然不是很快啊 可能也就50来50码左右 但是这些弯的话 可能我现在还没有正式领略到这个弯 刚刚被养大哥骂了 说我开的屁 然后刚一个弯道上面有一个大车 那大车速度也很快 然后我站到 然后还好我一个刹车踩下来了 然后被骂死了 我开慢一点开慢一点呀 感觉路不是很好 很多这种补丁路 然后弯的话就还行 它因为是要走一段平路 然后直路 然后你才会到一个发卡弯 所以每一个发卡弯的话 相当于给你一个缓冲的这个时间 还是不错的 哇 你看这个弯的话就很大了 我开慢一点 最好的话 我速度慢一点 刚下面的话 有两个大车上来 我把速度给压一下 杨大哥 我这一开杨大哥一路骂 然后一直说我 他说如果我再用右手按喇叭 他就要打我了 他打我手了 谢谢 我凶不凶 大家看无能机的视频就知道了 我把哪个剪出来 大家要相信我 经常杨大哥都在这种 黑表连那种来绝望 这一路景色还是蛮好的 看对面的那个山的话 配上这种日光 而且还是红色的 像火山石那种感觉 这个鹿江72道拐呢 也叫夜拉山101道拐 99回头路 它的海拔是4000多米的 这样的一个海拔 高度还是非常高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当年那些先辈们 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来开辟这条路的时候 是多么的困难艰辛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走到现在 交通那么发达 那么方便的时候 真的是应该感谢 以前的先列们 真的是 终于从夜拉山的鹿江72道拐的山顶 然后走到山下了 那么我就开了十几分钟 二十分钟 倍的要走绝走 你正常走的 你都是 我踏街道了 不然不是有什么事情都停下来吗 从72道拐下来 现在的话我们就看到了这一个鹿江 话说这个鹿江 我们就要提到一个少数民族 叫鹿族 这个鹿江 它也叫阿鹿日美 就是鹿族生活的村庄 在中国之内叫鹿江 那在缅甸呢 它就叫萨尔温江了 我们现在来到了川藏县的鹿喉 就是这个鹿江大桥 从这里的话就可以看到非常的险要 险要之处在于它是建立在两个峡谷当中的 并且下面的鱼是鹿江江水非常的急流湍急 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 以前的鹿江大桥 就是很窄 它还有一个隧道过去 你看这个鹿江上面还有这种人形的步道桥 现在的话我们就沿着鹿江这两边的峡谷 在下面走 而且这一段路的话还是比较具体的 就是它有很多很多这种落石 你时不时的在这个路上 你就看到一个超大的石堆或石块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地 献牛羊 我们现在呢 马上要到燃乌湖了 然后这个旁边就有一大片这个草原 这个草原的话里边是一个那种沼泽的那种草原 哎 舒服 这里叫白衣塘 再往前走的话就是安吉罗山的那个鸭壳 还有3.3公里 然后就到燃乌湖 我们又来到一个真的燃乌湖 这个跟我们看到别人的那个燃乌湖是不一样的 人家拍摄是翠绿翠绿的特别清透 我这看的是奶黄奶黄的 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这个燃乌湖的话 它就是一个艳色湖嘛 然后是因为山体的零石流 而形成的这样的一个艳色湖 现在目前看起来的话 应该远看一些它的景会更漂亮一点 近看的话就是这个水不怎么漂亮 这排一排还是挺累的 看着不高 实际这儿的海拔3800 我们现在的话就到了这个燃乌湖的自驾营地这里 这里的话停车是免费的 但是你需要从燃乌镇 然后一直沿着这个燃乌湖开车 然后要通过一个检查才可以进到这里面 在这里边的话还有这个餐厅 然后在这个二层的话就可以看到湖的另一番景色